来看这名驾驶朋友他的疑问 他在上车之后打开冷气 都会传来一股怪味 他觉得很奇怪 到了修车厂 修车厂也找不出原因 最后几乎把冷气中控台全部拆掉 才找到了原来风箱里面 竟然有一只死老鼠 他当然觉得很恐怖 问题在于老鼠怎么爬进去的 关键在于这个冷气滤网 如果用太久破掉了 或者新车一出场就没有装的话 那么老鼠就有可能在 车主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躲在里面 老鼠怎么会有老鼠 而且这老鼠不在别的地方 就在汽车的冷气风箱里面 干巴巴的躺在里面 难怪开车吹冷气总有臭味 让车主觉得好恶心 那老鼠很容易爬进去 从这个缝隙 缝隙这边爬进去 它这个冷气空调的通道 室内外循环的通道口 事实上汽车冷气的进风口 通常都在挡风玻璃下面的塑胶板里头 一开始车主还不知道 臭味从哪里来 先把引擎室拆光 之后拆掉中控台 接着连车内冷气也分解了 这才找出臭味的真凶 关键就在 您看过您的爱车 有没有配置像这样子的冷气滤网吗 不说您不知道 很多国产车新车出厂都没装 就怕会有义务入侵 其实还蛮多客人来求助我们 就是因为它的冷气吹出来 会有老鼠的味道 或者因为老鼠死在里面 会有那个苦臭的味道这样子 仔细看 全新滤网相当干净 用了一年左右的滤网 上面卡满灰尘跟树叶 如果只做冷气滤网破损 老鼠当然有洞可专 也会让冷排卡灰尘 导致车上冷气不冷 或是鼓风机阻塞 让冷气越吹风越小 甚至像这样 老鼠直接爬进车上冷气 卡在里头 让车主看了 好害怕 接下来留言 辈出写明台中报导